大家好,我是李老师 一位多球区的阿富主 平时喜欢多多视频 聊聊球 定期直播解说中国流氧拳的比赛 所有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 看我简介进Q群 了解直播排程 今天来更新一下贾薄言的近况 先审留公布答案 小贾目前人在草梦U21 只不过已经被排除在球队的主力阵容之外 在东西期之后的五轮瑞士第四级被联赛中 他都未能进入球队的大名单 在今年1月时 贾薄言曾回国在中超球队南通之云视讯 并一度非常接近加盟 只不过因为一些原因 这笔转会未能成型 而小贾目前也只能继续留在草梦U21 训练保持状态 这也让人感到非常唏嘘 因为他原本可以做出其他更好的选择 贾薄言是2003年段的球员 出道于上海海港的清训T队 在2020赛季时 他就迎来了自己的中超首秀 2022年 贾薄言加盟瑞士超的中资俱乐部 苏丽世草梦 不过由于在草梦一线队 无法获得稳定的出场机会 因此小贾在22到23赛季 被租界至克罗蒂亚假计言赛的杜布拉瓦 小贾在克罗蒂亚踢球的日子 也并不容易 先是因为办工作签证的手续缓慢 导致他错过了球队的计前和面 因此在22到23赛季的上半程 小贾只能出现在青年队的赛场上 而在少数代表杜布拉瓦一队的比赛机会 则出现在杯赛 在对可怜球队 HNK戈里查的克罗蒂亚杯中 贾布延攻进一球 尽管球队未能晋级 但小贾却因此开始赢得主教练的信任 随后在22到23赛季的下半程中 小贾各项赛事一共为杜布拉瓦出场17次 贡献一球两助攻 一度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总的来看 贾布延在克甲联赛的表现还算不错 但却因为一些客观原因 无法继续留在那边 因此在去年夏天 贾布延只能回归苏利士草梦 但在回到瑞士后 贾布延也同样无法在一线队立足 他只能跟随UR1T队 征战瑞士第四级杯联赛 但哪怕就是在第四级杯联赛 小贾的表现也非常平庸 整个上半程他出场了9次 合计546分钟 无进球无助攻的表现 这也导致了他越来越难在草梦立足 目前来看 小贾必须得在今年夏天的转回窗 再度开启后 才有机会继续寻找新的转机了 贾布延在苏利士草梦遇到的困局 其实也和草梦俱乐部的股权变动 有一定的关系 在2022年签约时 当时的草梦是一家中资俱乐部 这也是为何草梦会连续签下李磊 和贾布延的一个重要原因 只不过在今年年初 美洲联足球俱乐部洛杉矶FZ 完成了对草梦俱乐部的收购 新来的大股东都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这也或多或少影响了贾布延在草梦的发展 贾布延的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 在欧洲俱乐部踢球时 立足着资本必须得是实力和球技 光靠资本的运作 是很难让中国球员真正立足欧洲的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各位对于我的节目有任何的看法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弹幕区各书己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